今年來,郭新鄉六小在北出這麼多台軍島好處 不過是他很影響 向來大型賽事已經停辦很久 哈欣連攝議館也有關係 郭新台軍島協會特別在市場結束前 基本第一次郭新北台軍島競標賽 當時也開創南道館選擇 因爭競速提及比賽行為 希望換期學同對台軍島的歷情 參賽選手利用雙腳來踏氣宅 透過氣宅面前的電子儀器 來計算處所 來平良平時練習的生活 這行氣宅對創學者來說非常安全 讓家長的黨很放心 就是想讓他們鍛鍊一下身體 然後學習團隊合作 然後互相幫忙就是 讓他們有團隊的精神 南投的第一次使用我們這個競速梯級 然後進入梯級呢 對於心學的小朋友比較適應 他對於品勢跟對打是屬於比較 學習比較久的選手 在台軍島的練習當中 拼學是最最基礎的日文 也是典型選手全主力的一個項目 今年的比賽場最最吸引人主意 就是由一位媽媽 為了要鼓勵他的學生來學習台軍島 自己也對你來參與 立志要跟小孩做回來進行學大 就是比賽如果得到比較好的成績的話 會很高興就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就可以強身健體 然後學習更多有關 跆拳道的知識這樣 現在那個武傳的時候是學樓道的 對然後就會很想要再學其他的武術 然後剛好就是帶我孩子來學 然後就陪他一起學 小時候跟他一起拿到黑袋 對對就是一個目標這樣子 最主要辦這個比賽就是讓小朋友可以學到更多 因為今年剛好又有那個亞運 所以讓小朋友知道時候有台運到這個運動 所以可以平常鄉下的國際上的小朋友很少繼續比賽 所以才自己家鄉辦一個比賽這樣子 這次的比賽本做對打、拼鎖 還有競速特急頂三的項目 總共有200位選手來參加 各成台軍道協會標示 希望在越前過後 可以高雷學生組合來練習台軍道 除了可以更新健體 未來也希望繼續配合更多優秀的選手 駛 발 trouver 我會在這間工作 這是第一期文明天的你 我自己煮臭 自己隨便 我好 Tik вы